最近把所有人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作为莱达史上智商最高的骑士 Build的最佳搭配究竟有多少种呢 这些形态到底是怎么搭配出来的呢 首先这个问题问的好 好在哪里呢 大家要知道 在平成时期所有骑士中 除了三弹和地址 Build可谓是独占凹头 没有骑士 在形态方面能与其媲美 No people 而且吧 这个形态它不像别的骑士那样 要不靠爆发升级 要么靠外挂变身 人Build那是纯纯是靠智商 懂吗 智商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Build到底有多少种最佳搭配 以及它们究竟是怎么配出来的 大家都知道 Build最常用的形态就是最佳搭配 那么问题来了 什么是最佳搭配呢 官方回答就是两只瓶罐的向性最好 能将能力发挥至最大限度的形态 其实正常来说 两个瓶子搭配起来没有冲突就OK了 而类似于最佳搭配的形态 存在但不限于W的疾风王牌形态 三弹的狮子老虎鹰形态等等 那么话说回来 我们就来看看Build的最佳搭配 Build有使用兔子与坦克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兔子坦克形态 此形态首次登场于TVG第一化 主要以钻头粉碎者和满装瓶罐破坏者 破坏剧刃为武器 必杀即为 就是将兔子满装瓶罐装进钻头粉碎者中 之后使用高速回旋的钻头状刀刃将敌人捣碎 而因为这个形态是Build的基本形态 所以出场次数很高 但是到中后期基本也没啥太大用 第二种大猩猩钻石形态 此形态首次登场于TVG第二化 是使用大猩猩满装瓶罐 与宝钻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BLD肌肉拳套为武器 必杀即为Vortex Finish 将产生出的无数宝钻 用BLD肌肉拳套击飞向敌人 此外也存在毫无攻击性 仅用于G数的情况 当然哈 虽然这个形态的武器叫肌肉拳套 但是嘛 其拳击力也就那么回事 第三种 飞鹰加特林形态 此形态首次登场于TVG第三化 是使用了鹰满装瓶罐与加特林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飞鹰加特林者 与钻头粉碎枪模式为武器 必杀即为Vortex Break 是将武器弹甲转动十字后 先发出球形的特殊领域 将敌人禁锢 再用枪射击敌人 咱也不知道 这个必杀技禁锢敌人是图个啥 难道是试验做多了 眼神不好 怕打不准吗 第四种 人人漫画形态 此形态首次登场于TVG第五化 是使用忍者与漫画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四格忍者法刀为武器 必杀即为分身之术 火盾之术 封盾之术 隐身之术 其中火盾与封盾是向敌人发动斩击的攻势 而其他两个 兜兜就不过多解释了 知道的都知道 不知道的那就慢慢了解吧 第五种 火箭熊猫形态 此形态首次登场于TVG第七化 是使用了熊猫与火箭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巨大抓爬者 与左臂的火箭零件组成的突击创造者为武器 必杀即为 是沿着环形图般的能量滑行路 绕敌飞行 并使用巨大抓爬者连续攻击 反正多多也没太整明白 熊猫和火箭到底是个什么搭配 第六种 火箭刺猬形态 此形态首次登场于TVG第八化 是使用了尾鼠与消防车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多能量洪水枪与BLD尖刺关节为武器 必杀即为Vortex Finish 是将多量洪水枪插向对手并注水使其膨胀 在使用多量洪水枪将身体高高撑起 到达对手上方时将其拉出 在下落途中使BLD尖刺关节的尖刺巨大化 并打击对手 厉不厉害咱先不说 反正听起来是挺高大上的 第七种 狮子吸尘器形态 该形态登场于TVG第九化 是使用狮子与扫除机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长范围清扫者为武器 使用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是使用长范围清扫者的吸力 将敌人的行动封锁 再用右手放出尸头型能量波 一收一放 有点像太极了 第八种 钥匙龙形态 该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十化 是使用龙与定索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拘束管理员药为武器 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就是用拘束管理员药射出锁链 将敌人束缚 再用右手放出蓝色火球 这必杀剂和狮子吸尘器的好像也差不多 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因为龙满装瓶罐的力量太过于强大 所以这个形态的变身时间相比其他形态大大缩短 第九种 海贼列车形态 该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十二化 是使用海贼与电车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钻头粉碎者与海贼发车为武器 必杀剂为Vortex Brake 就是用装填海贼满装瓶罐的钻头粉碎者 发出蓝色的能量波 或者用海贼发车放射出电车状的能量体 第十种 章鱼电灯形态 此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十三化 是使用章鱼与电灯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其以狂暴章鱼与阴影破坏者为武器 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是将墨汁喷射出禁锢对手后 近距离的像其照射强光 一说到强光 兜兜就不由的想到远光灯战时 嗨 第十一种 不死鸟机器人形态 此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十八化 是使用不死鸟与机器人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武器为火焰复生者 与摧毁铁腕 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就是将缠绕特殊的火焰飞上空中 用身体撞击 或是使用摧毁铁腕型能量体抓住敌人之后 再以身体撞击 反正就是一个字 忙就完了 第十二种 智能机狼形态 此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十八化 是使用狼与智能机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 以钻头粉碎者或狼之命爪 或Bio的平板护盾为武器 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就是在自身周围投射出手机软件图标 再在其中出现狼的幻影 绕地奔跑并猛扑 第十三种 强威升机形态 此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十一化 是使用了强威与直升机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 此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22化 是使用狼与飞碟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主要以装于拳头上的BLD虎头肩部为武器 使用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就是城上粉色的UFO形成能量体 冲撞敌人并将其吸收分解 这必杀剂可能大概好像没有老虎什么事 第十五种 惊喷飞机形态 此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22化 是使用精语喷气机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以钻头粉碎者枪模式为武器 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是将附近一带如大海般填满水淹没敌人 在其中借精型能量体喷射的潮水将敌人冲向空中 在空中借以喷气机的喷射放出梯机 多多给这个必杀剂起了个好听名字 叫金落 咱也不知道对不对 第十六种 长颈鹿旋风形态 此形态守自登场于TVG第22化 是使用了长颈鹿与电风扇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武器为长颈颈碎者和玄势暴风者 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就是生成长颈颈碎者型的能量体扣机敌人 第十七种 熊电式形态 此形态守自登场于Bill的超战斗DVD 是使用熊与电视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以巨大蜜蜂手臂为武器 必杀剂为Vortex Finish 就是将蜜蜂飞射出后 要知道不是所有熊都喜欢吃蜂蜜 也不是所有的熊都叫熊大熊二 第十八种 鲨鱼摩托车形态 此形态首次登场于Bill的剧场版中 是使用了鲨鱼与摩托车满装瓶罐变身而成的形态 该形态主要以巨大鱼鳍雷射 与毁灭回旋者为武器 必杀即为Vortex Finish 就是在搭乘机械创造者后 包裹着红色能量与鲨鱼型能量体 共同进行冲击攻击 那么以上十八种形态 就是Bill的主要最佳搭配形态 当然这也只是Bill的形态中的一小部分 除此之外 Bill的还有危险形态与试验形态等等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欢迎小伙伴们指正补充 关注登登 带你了解更多假面骑士小支持